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几剂药过几天就好了 那时正赶北京的鸡坛很盛 有一位姓白的白城隍 在西城流离胡同 前宅降坛 自言每天到法会去听经 其中有听不懂的地方 你请地老亲自到坛上问一问 谈一谈 起初 地老去不去还在犹豫 若以我的意见 那都是外道门 可以不去 但人山法师以好奇的心理 无论如何 要怂恿地老去 我在地老跟前 得算资格浅的人 借连更不用提 最后也没拦挡住 地老就去了 到那里 在鸡坛里用鸡笔与地老谈话 非常客气 一见面 把地老赞扬了一顿 并自称每天晚上率领很多鬼魂 去听经 维护道场 其中已有很多鬼魂 闻经听法 受到度化 后来又陈述他布下 那些业障重的恶鬼之苦 问救济之法 地老说 每年七月十五 关宗寺办鱼篮盆法会 晚上放艳口 用观想力量 就把一切恶鬼 不知能远及北方否 白城隍听到这话 很欢喜 很感谢 说是地老的观想力量 很相应 一定能达到 白城隍临潭讲话之后 不一会儿 观圣帝君又临潭 因为他的神力大 恐怕伏击的人撑不住 说话的时候 让白城隍从中传达 他也很客气 称地老为先进 地老不敢当 也称他为先进 彼此客气地谈了一会儿话 随后又谈到他在御泉山显盛 和他显神通修妙的事 莫料 观圣帝君还对地老说 以后不论在何处蒋经办道场 都要去拥护 不一会儿 周将军也临潭 他开手就问 我自从东吴遇难之后 每过七天 身上就痛苦一次 能不能像一个好的法子 把我这痛苦来解除 地老答复他的意思 大概是说 这是由妄想而成 若能以定的功夫 把妄想抵触 再能常发忏悔心 发忏悔心 把自己的素线叶 完全忏尽 这样痛苦自然会消灭了 说完这话 还与他受戒说法 徐卫如居士 把这事记成一本 显敢立明录 行事 北京人 北京人向来对于宗教观念 很深 无论做官的 为民的 差不多都有一种 宗教信仰 这样一来 地老既被沾谈的 官圣帝君 周将军 白城隍等 称赞一番 于是 他的身价 和整个佛教的地位 马上就升高起来 增加了多少倍 同时 对一般人的佛学信仰 也一发坚强起来 兴盛起来 所以在蒋经期间 除有很多居士 争着归一地老外 而一般市大幅阶级 上至部长都半 下至科长科员等 莫不以归一地老为荣 每逢说归一的时候 都跪满堂 满院子 后来还有跟地老受五戒的 受菩萨戒的 在受五戒和受菩萨戒时 事前要按照一定的仪式 先言理 人山法师对这些事 并不很熟悉 我是新受国戒 更不懂 独有戒连 他们山上的规矩 是南方有名的 律下门庭 差不多半年 就要传一次戒 所以 他对于三规五戒 这些规矩 特别熟 这时 戒连有用了 地老才知道 戒连跟来 没白根 每次传戒 说归一 眼里的时候 都是戒连 当头丹 引礼 人山法师 当二丹 引礼 我在末后 当个小引礼 这时 戒连 确乎比我们 有用得多 不然的话 一些受 归一戒的人 完全 都是有身份的 弄得 参差不齐 没有一点仪式 还得让地老 倒架子 不过 提起戒连来 从请求随来 一直到眼界里 前前后后 奄奄果果 说起来 真像一段笑话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中 我们知道 地老慈悲 以强大的观想力 度化 业障深重的 恶鬼众生 开示周将军 助他解除痛苦 并赶得 官圣帝君 发怨 欢喜护持 北京 各士大夫阶级 和众居士 也纷纷 归一授戒 真是一大盛况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